这个有关,今天是第七次上课啦,因为这时间过得非常快 想要讲的东西其实非常的多啦,只是说 真的时间还是有限制啦,所以我可能还是会挑一些 比较重要的范例,跟各位做说明,那如果没有讲到的部分 请各位回去也许自己要花一点时间,可以试过,上面都有答案 其实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在一般工作上都相当的好用 那上个礼拜主要是讲哪些东西啊,主要就是什么 苏纽分析表如何结合VBA,这部分也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人每天都在用苏纽分析表,产生报表 但是问题来了,你那苏纽分析表,那每次又再做一个报表 你又要再跑一次苏纽分析表,每次都要再做一次 那所以呢,有没有办法可以快速的把每次要产生报表的 这一个部分流程,可以把它跟VBA做结合 那你就可以很快的怎么样,跑出你的苏纽分析表 然后呢,苏纽分析表里面有苏纽分析图嘛 你也可以马上再把图给做出来,有表就有图嘛 图表两个就可以快速产生,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可以结合什么?结合VBA 那至于呢,关键的程式,我上一边有讲过嘛 基本上可以参考云端上面的单元05这部分 那其实最最最最重要的部分,当然还是可以透过 因为你苏纽分析表怎么样跟VBA做结合 当然我们刚开始如果没有头绪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录制聚集 那录制聚集里面呢,最最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做修改 修改哪些地方才是最重要,因为我发现网路上讲到这些部分都其实相当的少 而且好像大部分人也许都卡在什么,卡在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几个位置 所以上个礼拜那个修改的重点,我还要把一些要点用黄色的部分把它mark起来 那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啦,我好像有,第一个就是删除这个,这个一定要删掉 为什么?因为你这个版本没有删掉的话 那将来你的电脑ESale的版本如果跟你录制的版本不一样的话,一定会卡住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因为将来 他那个录制的时候产生的那个工作表会变动 所以你记得你那个工作表,也许你就 我们这边是取个名称叫枢纽,那将来如果变动的话,你可以换个名称 那这个名称也要叫枢纽,也就是这个名称 跟这个名称一定要是 一定要是match的,如果不match的话,那一定会出问题 那另外的话呢,你将来要放在哪一个地方 等于是那个表 在左上角处存格,有没有,R是指列,C是蓝 也就是其实这个,C1就A,那3的话,R3就A3,所以这个R3,C1的话 实际上就指A3的处存格,意思说那个工作表里面的A3处存格 帮我放在那个地方 那你就可以把枢纽分析表 并且帮你产生一个工作表,那其实就等同是 之前我们做那个筛选,筛选自动分割工作表 的这个效果啦,所以其实你会看如果 假如你要分割工作表的话 其实用苏纽分析表有时候更快 所以其他的重点也许,我一定再试试看看 那影片这边当然也有啦,所以你回去也可以自己再 把那个影片细节部分再看过 另外的话呢,最后我们还要讲到有关 如何从那个网络去下载什么呢 下载那个资料,那这个大概是一个CSV的档案 OK,那录下来的东西呢,基本上 第一个当然我们要产生我们的资料 那我们的资料的话,基本上我讲过啦 记得你就把它传上去之前 记得一定要把这个设定呢,记得 改成这个要转换,这个一定要转换 因为如果你没有转换的话 它丢上去的就不会是Google试算表 也就是你传上去是Excel 但是因为你有打勾,它就帮你转成Google试算表 因为只有Google试算表才能发布 发布成CSV 如果你没有打勾,传上去的就还是Excel的档案 就不能发布 因为上礼拜有讲过,细节部分可以再看一下 差别在哪里 你可以看这个图示就知道了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Excel的 这个是Google试算表 虽然都绿色,但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当然还有几个地方 你把它点开来 它变黑黑的,这个就是Excel 因为它没有转换 它只能用什么相容模式让你看到大概 OK,如果是已经转换的话 就这个 它打开之后就会利用Google试算表 去把它打开 然后就长这样 OK,所以请各位 如果你Google 这个资料的话 它一打开,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资料下载到它的Excel 怎么做上礼拜有做 另外当然不是只有Excel 如果它是手机的话,也可以直接抓这个 也是手机端,也可以抓这个资料 然后就是说它是一个物联网,一个IoT 可能一个装置 它一样打开,一样可以去这边抓资料 也就是说你将来 可以怎么样,把资料通通放在云端上面 然后大家去跟它存取就好了 也就是这个地方有点上是一个 我们资料的交换中心 你可以把资料放上去 大概可以修改 不过修改的话,只能够透过这个地方 你当然第一个要Google的账号 你可以再去给别人 如果你要让别人也可以有修改权限的话 你在共用的地方,记得就是要能够做什么 这边有一个可以加那个人的账号 然后你就可以给他什么 这个权限的部分可以给他编辑 比如这个人,你可以把它改成可以编辑 预设是检视,检视就是只能看里面的资料 也就唯独的 如果他能够修改的话,你要把它改成编辑 他就可以去编辑里面的资料了 目前如果我没有分享给别人,只有我可以修改 比如说我现在里面2500笔 我要增加了100笔 这边2600笔,2700笔 如果将来你要打开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它就自动同步了 自动同步部分 我们上礼拜有讲到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把上礼拜的稍微再复习一下 那今天的话,接下来 我们要继续再来看 这个地方 大乐透的历史资料下载 这个之前的话 我们应该有提到 但是没有实作吧 实际上 如果我今天连结这个超连结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特色 这个什么特色呢? 我要想要把大乐透的历史资料 历史资料在哪里呢? 打开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连结 它这边上面 就会有一些蛛丝马迹 以后的话 如果将来你要写 爬虫的程式的话 可能要慢慢看懂上面的讯息 什么讯息? 它是一个HTTP S S的话等于是有Security 反正就是一个连结 后面的话是它的网址 斜线的话后面有没有 这边有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点ASP 或者什么什么点 预设是HTM HTM是静态的 就是说呢 它那个里面是没有程式的 那如果你是点ASP 点PHP 点JASP 反正是什么什么点 什么什么P吧 那个实际上就是有程式的 那也就是说 它这个程式是作用什么? 就是当它打开的时候 它会去抓资料库的东西 把它秀在网页上面 哦 特别注意哦 程式的作用 代表就是捞资料库的东西 把它秀在网页上 变成这样这样子 OK 那如果今天 后面的话就有带 问号后面有没有 你要不要问号 问号是带什么参数 后面总共会有一个参数 就是index等于1 and的第二个参数 是order by等于new 也就是其实它带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 帮我把第一个page打开来 然后它的order by排序 new的话应该我猜了 应该是由新到旧 当然如果你把new改成old的话 那这边由旧排到新 另外index page如果等于2的话 那就是第二页 那你会发现这边有几页 你会发现第一页 这个是6月2号的资料 有没有一直往下 你会发现第二页在这里 点下去 index page等于2 有没有发现 这个数字 那底下的话总共有这么多页 总共59页 那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希望可以 一键就把这里面的所有资料 通通都放到eSale的话 要怎么做 ok 特别是哦 那这边大概几个概念 第一个 你可能要什么 先开启那eSale 那eSale里面的话呢 你需要 当然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功能 这上礼拜也用到过 就是从 我们上礼拜是用从 从那个什么 从文字有没有 这个功能 那如果你要从web 从网路上抓资料的话 就这个 ok 那从文字档 其实你可以是CSV 也可以是TST TST就是从文字档 那如果说你将来是从web的话 那就是一个网页 那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怎么做呢 从web点下去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连结 这个连结 把它改成 把index page等于1好了 再把它复制一下 把这个网址呢 贴到这边来 然后呢 让它选择到 意思就是说 你有到哦 那这个时候特别注意哦 从web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说呢 你今天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网址到这里 它会帮你把这个网页里面的表格哦 如果它里面有表 这边选择4好了 反正就通通给它按4 里面如果有表格的话 它帮你什么 把那个表格给抓回来 实际上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用的那个一个物件名称叫做query table 有没有query query就是查询 table就是表格啦 OK 那也说这个上面有哪些表格请你帮我打勾 我挖哪一个我挖这个表格 那你又把他打勾对不对 然后按费入 他要问你说费得到哪 费到这里 按确定 这时候的话他就帮你把资料下检下来了 有没有 那假如我们是希望怎么样 当然他格式还要调整一下 对啊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可以做第二页 第三页 一直到59页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 第一步啊 先录制去旗嘛 第二步的话 就跑个回圈 从i等于1到59 有没有 然后呢 就让他一直跑 一直跑 那问题来了 可能会有个地方会是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 我们最后 放的位置是A1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第一页放A1 那第二页也放A1的话 他会把这个资料往右挤过去 挤过去 哇那变成什么 都横向资料 但问题我们不是啊 我们需要怎么 由上一直帮我往下排 所以哦 可能你在在一个地方就是你要让他什么 Ctrl向下 如果你要让他再放第二页的话 应该是告诉他说 如果我要放的话 我应该放到这一个 目前位置的最下面的下一个 下一个列的位置哦 OK 然后我就再把资料放第二页 然后第二页放了之后再一样 放第三页第四页第五页 一直放到第59页哦 OK 应该该懂我的意思吧 但是程式该如何写 OK 所以第一个啦 请各位呢 先开启那个 六支二那个大乐透那一个部分 第二个哦 试试看哦 哪个功能 就是从web这个功能 OK哦 这个没用过 其实哦 你会发现哦 你们等于 再来就是说如果你会的话 你就把刚刚的动作录制聚起 外面包个回圈 哦 然后再修改向下的位置 这样子一到五十九页 就非常快的就全部都下来了 OK哦 至少比你每天要爬 尤其是你每天都要爬固定的网站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每天很多工作就是要去爬某些一大堆的网站 那以前那如果你不会用这种爬虫来爬取资料的话 哇那你变成你怎么样 每天就是只能够用图法院刚慢慢慢慢再做一遍 那当然是很浪费的 尤其像什么股市资料 有没有 期货资料 像什么汇率资料 那全世界这么多国家有汇率吧 那每个地方都有汇率啊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想要去了解全世界的汇率波动 甚至哦 你会发现还有一个那个汇差哦 因为我们的时差不同 所以哦 那个时间差其实相对的那个汇率之间也会有一个这个汇率的差嘛 那如果说有人可以从中有没有 可以可以那个有没有 买卖从中间差一点点 哪怕是差0.001块钱的话 那如果你金额大或者天数多的话 那相对的也是可以有获利的空间 那还有什么股市资料 一堆的金融产品资料 那以前的做法当然哦 像现在很多金融从业人员很辛苦 因为以前都是图法人员资料不多还可以 但现在资料这么多 你一个分析师好了 你要看多少网页 你能用人的力来做 你能做多少事 但是如果你用爬虫的话 你根本不需要 对吧 你写好爬虫 自动往里爬完了 放个Excel 然后你甚至后续的报表也可以让它全部写完 Application 点 后面有个方法叫on time 那个非常好用 Application 点on time 反应就是说有点像是你多久做一次 有没有 有一个小时去抓一次资料 或者是说你可以设定每天的哪个几点几分几秒 时间一到它就去帮你做 有点像闹钟一样 你都可以用Application 点on time 那个方法 相当好用 你只要Excel开着 自动去抓 哪怕你现在是半夜 然后你电脑只要开着状态 Excel开着状态 它就自动往里完成 而且甚至如果有什么状况 甚至你还可以设定后续 可以直接 反正如果有状况 就alone 一个什么声音 然后告诉你说 赶快起床 那时候你再起床就好 对不对 也可以啊 可以这样写 没有问题啊 绝对放得到啊 那等于就是说 你有点像写好一个完全很好用的一个助手 它就等于是你的分身了 你不用在那边低着嘛 你只要有什么状况 你再起来看就好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这个大乐透的部分 先试试看一下 那里面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那个query table 那个物件 query table不是只能抓网路上的资料 抓网文字资料也可以啊 OK 所以query table是物件啊 其实在VPA里面用 其实是相当的好用 它只是说要怎么样善用的一些技巧 那我们会把这个重点跟各位说明 因为其实我们的时间不多啦 今天是第七次上个 那下礼拜就是最后一次了 所以我今天会把那个网路爬虫最重要的部分 跟各位说明 如果可以用query table 那我们就用query table 如果不行的话 那其实另外还有所谓的IE物件 也可以拿来做 那这部分呢 等于就是利用这个Excel VPA 可以去当成爬虫的一个基础 Excel VPA能做到什么程度 其实坦白讲 Python能做的 其实VPA也做得到 OK 其实不妨多让 也没有说比较弱 OK 如果你会写对应的神识的话 那目前为什么Python会比较热门 因为 我在想说 因为可能写Python的人 其实相对的还是比较多 还有Python有一个精神 就是自由软体 它是开放的 所以 大部分人 他写完他会分享 但是VPA 相对的 它是比较属于是付费软体 而且是封闭环境 所以哪怕你写好 或者哪一般VPA 他写好 他也不太会分享 对对 这个概念 所以为什么自由软体 有这种热门 就是因为第一个 自由免费 其实应该有那种 没有费用的问题 第二个的话是开放 那相较于VPA 当然这一点 这VPA在照满 因为他要付费 然后他不是开放 他是封闭的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大乐透如果一键全部下载